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新鲜搭建的工作书桌 之前我一直和我老公共用书房的书桌 因为那边有一个大屏幕 我剪视频会比较方便 可惜书房的书桌没有办法升降 有的时候我剪视频一做就做一天 再站起来腿都是肿的 而且如果我老公在家办公的话 我就得优先把书桌给他用 因为他需要用大屏幕跑数据 还要开会打电话之类的 这时候我就只能在餐桌上 用我电脑本身自带的13寸屏幕 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就非常的不得劲 于是上个月我终于下定决心 利用卧室角落的闲置空间 为自己打造了一个 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工作书桌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可升降书桌 因为空间有限 所以我选择的是100x60的尺寸 书桌可升降的范围是70-118厘米 带4档高度记忆 我现在的使用习惯是站立办公的高度 记录在一档 坐着办公的高度记录在二档 这样我在剪视频过程中 想在坐和站之间切换的话 就可以很快速的按一个键 基本上3-5秒高度就切换好了 坐着的时候我习惯踩一个泡沫轴 让我的小腿和大腿保持90度 可以防止我长时间小腿悬空 导致的膝盖不舒服 工作台上的C位是这台4K显示屏 是很多设计师和剪辑师会用的 明基ED2705U 先声明本期视频不含任何广告 都是我花钱自己买的 当然如果明基看到我的视频 愿意帮我报销或者合作一期视频 那我可就太开心了 说回到显示屏本身 我买它的主要原因除了4K高清画质 方便我看清视频素材的细节 最重要的是它有一个独特的 MacBook色彩适配模式 可以最大程度保证 在显示屏上调整好的色彩 以及明安对比度 和在MacBook上播放的时候 呈现的画面是基本一致的 为什么这个功能这么重要呢 是因为我之前一直在用的那块显示屏 给视频调色之后 视频导出上传以后 用电脑手机看 就会发黄发暗 但自从换了新的显示屏以后 这个问题就立竿见影的改善了很多 还有一点我非常喜欢的是 显示屏的Type-C接口线 可以在给我的MacBook充电的同时 进行视频输出 这就意味着我不用像以前一样 每次剪视频都要连上电源线和拓展屋 再在拓展屋上连HDMI线和移动硬盘 使用体验直接飞升 做完显示屏 再来聊聊桌面上的杂物如何整理收纳 因为我的书桌尺寸偏小 架上显示屏再放上一台电脑就没什么空间了 所以我在书桌的左手边 装了一块动动板和配套的收纳单元 利用垂直空间 收纳我日常会用到的日成本 灵光笔 唇膏 拓展屋 移动硬盘 堵卡器 签字笔 AirPods 用完以后及时放回原位 希望可以帮我盖掉随手乱放东西的坏习惯 虽然我现在还是经常忘记要放回去 为了保护桌面顺带提供鼠标垫的功能 我在宜家的儿童用品区淘到了一块桌面防滑垫 配色和图案意外的和我的动动板收纳组件很搭 我不会告诉你 其实一整套动动板也都是在台折区简陋的 接下来是我的人体工学椅 很多人推荐的Herman Miller 不是我不想买 是我实在买不起 所以我选了一把性价比比较高的类似款 带颈托 腰靠 手肘托 高度 角度 都可以调节 几个轮子也很顺滑 做工对得起价格 因为椅子的滚轮需要频繁移动 为了保护卧室的木地板 我在桌子和椅子下面加了一层地板保护垫 比起地毯 它和地板的贴合程度更高 也不用经常换洗 吸地板的时候顺带吸一下就行 非常方便 最后再聊一下如何排线 因为书桌所在的这个角落只有一个墙面插口 但是我有好几个设备需要同时供电 所以我在桌子底下装了一个四孔插线板 配合上收纳架 再利用扎带把显示屏和升降桌的电源线 尽量隐藏起来 这样一来视觉上可以达到一种清爽的感觉 好的 这就是我目前工作桌的情况 大家觉得怎么样 欢迎在评论弹幕里告诉我 同时求点赞 求转发 求收藏 求投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